越接触,越觉得不简单的三个生肖,生肖猪,生肖属猪人,生活是越简单越好,他们自己就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,与其追求太多的财富,倒不如让自己过得舒心自在点。 所以属猪人啥时候都很乐观,事业上更不爱和人争长到短,做好自己分内知识就能让他们感到充实和满足,把时间留给家人和朋友,属猪人的生活也能因此多姿多彩。 就算是啥都不正,头脑简单,属猪人也是乐观随性之人,身边贵人不会瘦,烦恼不过夜,财神夜来喜相逢,一辈子都在缺钱十来财,好事却被他们撞上了。 生肖狗,生肖属猪人,性格天生就有些木闹,虽然很执着,但也足够低调,不争不抢,反而是运气最好的一个人,属狗人有时候会刻意不让一些太复杂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脑子里,与其勾心斗脚,倒不如皆大欢喜,事业内爱人品俱佳,都有不错的好名声,这可是装不出来的,而看似头脑简单的他们, 做啥事都有贵人助力帮一把,干脑也随之减少了大霸,事业中年大起,钞票总是比谁都多,活到几岁,就能安乐富贵到几岁,生肖属兔人,心思虽细腻,心机却不深,天生就是乐观之人的他们,擅长自我疗伤,自我治愈,就算没有富贵也懂得知足,更对谁都好, 没有和人勾心斗脚的时候,虽然有时候会被人称为是典型的老好人,但属兔人依旧乐观,为别人付出多点完全不计较,就是这样的他们,啥都不争,到头来把门更容易顺心, 事业越来越高,财源也越来越大,到了满头白发的年纪一算,这辈子终究烦恼上,钞票多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